三哥又来了 又来了 记上次手打年糕再加上百花鸡 三哥完美的鸡打能力 在评论区收获了一众好评 看看这公儿童 这凶大鸡 还有这一整块的地鸡 哼 不用浪费了呀 所以我今天准备邀请你来挑战 石神里能打乒乓球的 手打牛肉丸 表辞 支付宝到账 五元 我跟你说啊 我不是为了钱 我完全是看星野的面子 来吧 我现在牛肉已经提前都给你剃好筋了 你现在可以放肆地展示了 就这 两万六千八百下 多一下少一下都不行 哼 哼 哼 你妈像他们做梦你一样 是不是你们没给我嫌媚三连 没事没事 他们不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们 我火鸡哥可不是好人吧 如果再不给我嫌媚三连 你们的下头就跟这块牛肉一样 咱俩自然嗨 情何鱼 只千斤 生东山 家伙还有何汉 好兄弟 学内卫 我和三哥现在已经把场地换到了走牢 隔壁工地装修已经装了一个月了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和他一决高下 来比比谁上大 好 没劲了 这个肉一会被太阳晒熟了 哈哈哈哈 纸子破了不要了吧 螃蟹一呀 爪拔个呀 两头尖尖那么大个呀 眼一挤呀 脖一缩呀 爬 不会吧 双刀活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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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颜色 成绩 完成了 张志愿 我们现在已经把肉打成肉糞了 加油吧 我们还得把奶奶肉酱 来 我们从太阳上山打到太阳下山 它已经从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肉色 这真的是肉色了 天 我们打多下了 26,799下 就还差一下了 来来来 让给你 全部 好 藏完了 这就是我们打好的牛肉泥 假装无事发生 历时三个小时53分28秒 毕竟三哥和我心情的 26,800下 它已经准备好了 要成为一锅精致的丸子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会儿 包在牛肉碗里头的馅里 这个是用皮皮虾打了虾胶 猪皮冻 学生的影片里头是只有虾胶的 但是加上猪皮冻的话 它会有那种撒尿牛丸那种汁水 所以说我们几次两个都加 开锅 煮丸子 开锅 煮丸子 下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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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 这大丸子 我们的十神同款 爆浆三个牛丸 出锅了 快瞧一下吧 看到能不能撒尿 好的 你别笑 我来解释一下 狡辩一下 这个牛肉碗里边确实有汤汁 就是尿不了那么远 杏妍对不起了 我是不是可以尝一下吗 你让人相信我们的手艺好吧 不算是我们自己打的丸子 这肉质特别的紧实 咬下去就是那种 肉质又弹弹的 因为是手打 特别有筋道 里面的皮皮虾味道清甜 幸亏我们没加巧料 这个牛肉就有一种 原始的那种鲜味 好吃 还可以喝酒汤 先吃吧 吃完再喝汤 别吃了 我们一会还要打球球呢 有两个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撒尿牛丸的终极考验 看他能不能打乒乓球 拜拜 真的用丸子 velocity打球了 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就是她就是她就是这个小可爱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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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三角牛丸好吃 干净要不了那么远 可以打球 玩不能那么急 谁不信 折腾不止 再见